今天给大家做茄汁鸡柳 首先准备两块洗净的鸡胸肉 然后给它改刀 改刀切条 放入盆中备用 加入盐 料酒 抓拌均匀腌制一下 然后打入一个鸡蛋 加入玉米淀粉 然后再加入少许的面粉 倒入少许的食用油 抓拌均匀 然后再加上鸡蛋 然后再加上鸡蛋 但是再加上鸡蛋 就好 就好 抓拌成酸奶状就可以 备用 准备一个空碗 咱们开始调料汁 加入番茄酱 这些就可以 白糖 两勺 米醋 少许的盐 玉米淀粉 再加入少许的清水 用勺子来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油温烧至气氧热时 下入鸡饼 搅拌均匀 拌均匀 捞出控罗非诱 锅中留底油 倒入调好的料汁 熬至粘稠 下入炸好的鸡柳 大火翻炒 翻炒均匀 凉点白芝麻 出锅装盘 酸甜又好吃的 茄子鸡柳就做好了 拜拜 感谢观看